我们也是看到社会动乱 地球灾变频繁 这个方法迫迫切需要 所以把华严经暂停 把这一部经详细再跟同学们讲一遍 我们做一次修学的分享 这个经讲完之后 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继续学习华严 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 不能深入华严 无量寿经的味道就讲不出来 它跟华严经是同的 古人称这个是中本化音 称阿弥陀经叫小本化音 所以真的是难知难见 这是遇到 非常不容易遇到 不容易看到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许多同学 同学呢 想发心 做一点工作 做点好事 大家都知道 印经是好事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一生就专门干这一桩事情 印族一生 接受着四众的供养 他没做别的事情 他把这些供养的钱 办了一个红化室 苏州红化室 他都让人家办的 红化室是什么 就是佛金流通处 但他自己有印刷厂 就做这一段事情 我们要知道 金刚经大家听得很熟 金刚经上佛就多次的宣述 大千世界切保布什 比不上大成经四居记 为人演书 法布什的功德不够思议 那我们在佛门做好事 什么是第一好事 印金是第一好事 这么多经 我们印什么经 就这本无量寿经 为什么呢 这无量寿经是 大臣经的第一经 不可思议 末法向后九千年 唯一能够度众生 疗生死出三界 亡生 见福 一生圆满 就靠这一步 这好得了吗 真正教主 散传 他们说 这好有趣 感谢观看